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发起了在2018年5月1号 全国集中开始展开自己各种利益诉求的这个动员令之后 很多朋友呢发表了自己很多看法 我呢今天借这个机会去回答一些朋友们关心的问题 首先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它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机构 有很多朋友呢把它认为这是新成立的一个国外的什么政治组织 我在上一次这个节目里面已经讲过 我们这是接受国内有88位民主人士 以及呢体制内的良性人物和各个维权团队的领导人的一个委托 我们是接受他们委托以后 在海外成立了一个共振平台 这个海外成立的共振平台 它涉及到全球很多国家 那么在一批热爱中国民主 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人士的积极努力下 我们呢发出了这个平台上的呼声 这个平台仅仅是一个协调的作用 它类似于一个媒体发布 但它呢又不完全等同一个媒体 因为它实际上是利用海外能够有信息畅通的优势 能够把国内各种利益诉求朋友之间的各种利益 我们能够把它集中在这个平台上 得到一个释放 得到一个权威发布 让朋友们把他们自己的呼声 能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达到响应 所以首先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组织机构 它只仅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 那么这个信息发布平台 它是一个服务机构 它为谁服务 它就是为全国各地有各种利益诉求 对中共有各种抗争利益诉求的 我们为他们提供这么一个服务 那么所以说因为不是组织 我也不存在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很多人认为我是这个组织领导人 希望能加入这个组织 因为没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 所以我们不存在谁来加入这个组织的问题 我本人我被授权委托为这个平台的新闻发布人 所以作为新闻发布人 我代表这个平台向平台外发布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些官方消息 所以仅仅我们这个只是一个新闻发布的功能 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让大家不要误会认为这是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 我们希望把这个组织做大 然后通过这个组织怎么号令全国 怎么样去在中国开展全国性的这个斗争 在海外做这样的政治组织有很多 我们这个仅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 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所以请大家了解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 它的本身的职能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朋友认为应当设立一个统一的政治目标 统一的政治诉求 然后在一个统一的时间 在不同的地点发起一个整体利益的诉求 我觉得呢 这个是很多朋友都有这种良好的愿望 但是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这一次全民共振 它最主要的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共振 所谓共振什么 它不存在一个什么全国统一的目标 因为我们是协调不同的利益团队 然后让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时间 去表达他们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 为什么这么去做 大家要知道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被中共压制的各个利益团队 他们都是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的 很多利益团队 他们还没有上升到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政治目标 比方说范雅和易珠宝他们都是受害者 他们的这个诉求就是要把他们被骗掉的钱拿回来 老兵这个团队它只需要国家要兑现他们曾经对这些老兵当年上战场时候的这个承诺 能够给他们落实他们退休的代物 那么对那些被强拆的失去土地失去房屋的这些居民 他们只需要还给他们财产还给他们的房产 所以说在全国大大小小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团队 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去把他们上升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统一的政治利益诉求 我们只需要你们各自你们去追求你们自己的利益 你的财产被侵害你就拿回你的财产 你的退休没有保障你就想办法去追求你的退休保障 你的钱被别人骗了你就要想办法把你钱夺回来 所以当你认为你参加这个行动的时候是你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伸张 你能够通过参加这个活动能维护你的利益的时候你就去 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勉强 所以说我们不是要统一大家一个完整的统一利益诉求 然后在全国开展统一行动它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 但是我们给你协调了一个统一的时间 这是我要解释的第二点 第三点很多朋友认为现在当务之期应该是反对习近平进行连任 应当在全国发起反对习近平连任的这个群众集会 或者群众抗议活动 我再一次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全民共振目前来讲 它没有把大家协调成一个全国统一性的 为着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政治目标去做 那是因为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条件 对于习近平他进行连任 无论人民有多少呼声 在中共的眼里面人民在他们眼里连空气都不算 他们从来就没考虑过人民那么呼声 他们所操控的这些所谓人大代表 是会毫无例外地人人举手表决 像申纪兰一样去同意习近平搞这种倒心逆施的终身制的 因此就说目前来讲 在全国即使集中了再大的民意反对习近平连任 事实上你是无法阻止这些人大代表通过修改宪法的协议 然后最终习近平仍然能达到他自己连任的目的 这是我给大家解释的为什么我们第三个问题没有考虑 第四个问题很多朋友都提出 就说为什么要搞五一节全国统一的到广场到火车站 为什么不开展这个全民挤兑 如果大家都到全国大小银行通通开始挤兑的话 可能当银行付不出那么多人民币的时候 当国家没有能力把那么多货币给老百姓兑现的时候 老百姓就上街要钱了那么老百姓要钱天经地义没有风险 老百姓做这件事情是最有操作性 我一点都不否认 我曾经在我的推强三部曲里面多次谈过这个问题 但是是否在五一节就已经到达了这个良好的天时地利 那么我们需要共同的讨论 我们整个全民共振平台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是在推特上设立的全民共振 以及在YouTube上面设立的YouTube账号 请大家关注这两个账号 把你们的想法在这个上面提出来 我们会有很多专家和老师在一起跟大家共同的商量协调解决 我们共同来探讨如何用最好的方式 既保存我们自己的有生力量 同时又能达到唤醒全国民众 达到对中共这个残酷的专制体制有冲击的目的 这是今天我这个节目的前半段给大家做一些解释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要利用今天节目的时间 跟所有的在体制内的中共的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 和中共党内的大小官僚大小工作人员去谈一谈 习近平这次修宪会给你们带来什么 大家应当知道地质在中国已经垮台了一百多年 我们不可能在一百多年之后再倒心逆时 同样开历史倒车再一次在中国恢复地质 习近平这次搞的修宪 并且让国家领导人限期无期限 他实际上是完全既违背了这邓小平时代定立的组织保证 也就是说中共的领导人是有任期期限的 中共领导人任期期限最多不能超过两届 从邓小平在中共掌权开始 中共无论是在胡耀邦还是赵紫阳江泽民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这期限都没有违背中共所定下来的这个组织原则和政治规矩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去做 可以这样讲习近平他是倒心逆时 他现在不仅仅是要一党专职 他是要一人治党 作为习近平他采取这种方式 他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中共的组织原则和中共的组织保障 更没有考虑到你们这些体制内的人物 在习近平记起这个所谓反腐大气以后 他利用反腐这个口号去消除各种政治异己 他要对付的恰好是你们这些追随中共和为中共卖命的这些体制内的人 我明确就这样讲 体制内的绝大部分人是有良心的 他们并不是看不清楚中共未来的走向 也并不是看不清习近平这种倒心逆时开历史倒车的这个走向 他们只是敢如不敢言 或者是他们被这个残酷的专政的体制的捆绑和束缚 他们不敢对这个体制说不 但是你不说不的结果就是被习近平以反腐为名把你拿下 最后走入了很多像中共解放军商讲张扬这样自杀道路的人比比皆是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不捉不死 习近平捉就一定死 中国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像胡锦涛这样的君王 胡锦涛他只是维护一个和谐 他什么事都不做 他也无所谓这个这个政令是否出能不能出中南海 他搞的九龙之水 大家就是各管一滩 在他这种四平八晚和谐过渡情况下 他可以把中共这个腐朽的政权延续十年二十年 而习近平不同 习近平他不满足于像胡锦涛那样 这个没有获得自己个人的专权 因此习近平从十八大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以来 他不断地把权力逐步地收缩到自己手上 他除了担任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的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中央总书记之外 他把所有的对中国有实权的什么新闻了 政法了外交了财貌了 所有这些他都搞了一些专项的小组 把这小组他都他都自己亲自担任组长 军队给他已经改了 这个武警给他已经改了 国安马上也要给他改了 他把所有中国的权力机构全部改变之后 把所有的权力拢在他一人手上 当一个人企图成为最高的专制者 当一个人忽视任何体制内其他人的力量 只考虑到自己个人的权威 和自己这个权力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的时候 也是习近平灭亡的时候 因此体制内的人物 我觉得你们要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在今后的几年中 中共发生军变兵变和政变的可能性极大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你们要勇敢地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 和倒行逆时的暴京立即做残酷的斗争 要保证你们自己枪口抬高一寸 绝对不向人民开枪 同时你们要积极地配合人民正义的力量 为你们自己立功赎罪 和为你们自己减轻你们沉浸在体制内 因为这个体制导致你们所犯下的各种罪行所作洗刷 你们本来并不是良心上就 你们本来都是有一定的良知的人 你们只是进入了这个体制 是这个体制的恶 导致了你们不得不跟着这个体制作恶 所以当有一天中国的大变革到来的时候 体制内的人首先要选择怎么去洗刷你们 体制给你们带来这个罪行 人民不会因为你们主动选择人民 人民就会放弃你们 而那些为虎作唱跟着习近平道行律师 意义孤行的那些人将必然讲受到人民的侵犯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全民共振 全民上街 结束专制 争取自由